大家好,牛市做突破,熊市做回调,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沈南 上次有点不好意思,给大家努志的这个巨鹰基天版战法 声音不正常,今天重新给大家录一遍这套战法 巨鹰基天版,首先前面需要有掌群,后面来一根比较大的阴线 这个阴线看起来都是非常非常胖的一根阴线 出现这个阴线之后,当然这个阴线的话 如果说你结合其他的一些技术指标战法来看 成交账或者说其他一些东西的话,肯定是一根特殊的阴线 这个你们自己去看看,看能不能找出一些什么样的规律 当然出现这样的巨鹰基天之后 我们还要看下一个交易日,它的一个跌幅 大家看一下,像这一档案例的话 出现了一个巨鹰基天版,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去尽得注意啊 是在低开或者说是大跌到百分之最起码的七个点以下 比如说在这下面,或者在最少最少也在六个点吧 在六个点之下 然后再往上去拉伸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在这些地方我们进场的 大概就是在六个点五个点的时候进场 当天我们进场的话是可以获利差不多十五个点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进场之后我们看一下后面的第二天能够涨停 那么就百分之二十五的一个收益 在这一天的话,它往上去冲 很明显没有涨停的动机的话 我们在这一天出货 出货 单单的三个交易日可以让你获利百分之三十的一条仗法 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档案例 你看像这一档案例 这一档案例同样的 在九月二十九号这一天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直接性的巨因的跌停板 然后在这一天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天在九月三十号这一天 大跌 大跌 百分之六以下 百分之六以下 然后往上去拉伸的时候 它就会发出一个信号 盘中预警出来之后 我们直接的进场 当天可能说进场 没有什么太大的收益 但是我们看一下它次日 十月八号是不是来了一个 十点钟 差不多就封板了 十点钟差不多就封板了 你可以看一下 十点钟 这里是在九点五十七分就涨停 然后开了一下板 在十点之前都已经封得四四的 在四个交易日 十月十一号同样的也是一个封板 作为胆线来说的话 十月十二号这一天 封板破板 我们可以直接性的走掉 单单的三个交易日 也是可以让获利 达到一个百分之三十的一个收益 如果说你一直持有的话 从这里买进去 然后持有到这里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跌五六个点的时候进场 十七块四毛多 到今天是二十七块六 党停 明年可能说还有一个溢价 那么十六块 十七块四毛多到二十七块六 再涨一涨 几乎就达到一个翻倍的效果 是不是也很舒服 因为从这档案例来看 它这个趋势线是一直在往上去走的 就是说你一直拿着 应该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虚实已经触碰都不触碰 表明它非常的强势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一档案例 这档案例可能说是时间来说 可能说有点久远 有点远一些 这是在2021年就今年的三年之内的案例 它是这个海水核电 当然也是当时是做这个 叫什么来的 碳中和碳交易这一块 同样的前面也是有涨停 后面来了一根大阴线 来了一根大阴线 在这里的话 三月十一号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天 它大跌到百分之六以下的时候 快速的向上去拉伸 快速向上去拉伸 可能说在跌五个点的时候 我们进不到 然后跌四个多点 接近五个点的时候 理想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 是不是都是我们进场的机会 当天进场当天也是可以过的 百分之十四这个空间 然后呢 次日三月十二号涨停 风得死死了 不动 三月十五号涨停 如果说你在这一天 因为这里没有出版 你等到尾盘 它又空版了 那么你可以选择不走 因为过例的就可以多拿一拿 多看一下 你看三月十六号再次涨停 三月十七号 涨停 然后三月十八号这一天 好 很明显 打到尾盘也不涨停了 那么三月十八号这一天 就可以选择走掉 当然关于连板 关于这个 腰股 连板腰股的一些卖法 可是说后面我还会跟大家去讲 怎么去卖这种连板的股票 新朋友也好 老朋友也好 把这一套战法 如果说你学会了之后 可以说抓涨停的话 抓连板非常非常的简单 也方便了 这套战法跟之前石南所讲的战法 还是有些不同的 因为石南之前讲的一些战法 可能说都是需要 它出现一个异动 出现涨 多少多少个点去买 这套战法是出现信号就可以买入 出现信号就可以买入 因为像 均婴地铁板 地量地铁板 还有 涨停地铁板 这些 它都是比较少的 所以说 作为预期来说 出来之后 买入基本上都是能获得一些比较不错的收益的 今天这节课的话 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还是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 喜欢石南这套战法的朋友们 评论区 Code66 谢谢大家